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两串都是转艇 成套里面要打工饭 现在 反两周七百二 往前 跳了一点 这样它就满足了祖别的要求 因为你不能全是转艇变派 但是所有的转艇 它的落地都纹丝不动 好 你看 这个一分就相当可观了 因为裁判就是看你的可分点在哪 横轴空翻就是 它就团两周七百二的落地 往前双脚蹦了一步 但是当时目测一下 那个蹦的远度还好 不算太大的错误 其他的转艇动作 像吸铁石一样吸在电子上 这就是唯一的那个 你看到空中的身体姿态 孝腾呢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俄罗斯的 纳格尔内 因为我们知道双子星当中的 萨尔洛阳呢 是因为跟剑断裂 所以呢 去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希望不大了 但是呢 纳格尔内的难度最近啊 就是这一年当中全面提升 这个就是让人不容小觑 好 肖若腾的安马 安马就他的肩呢 考验又来了 安马是一个完全靠上肢力量去做的动作 腿一点劲都使不上 他预赛保留了难度 这是他的强项 在玉赛里面 林超潘呢 也是在安马这个项目上 脱了手 掉下气息 所以说这几位 基本上已经 能够 就是很大希望去前往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选手 在安马这个项目上 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这次呢在预赛结束之后呢 接受采访时他也跟大家介绍了他目前的预赛 目前的情况 确实这个伤的原因呢 他呢在 安马调换 双杠这些项目上的 训练的次数少一点 恢复全能的时间呢 并不长 宗敬元 14.70分 那么这个呢 这样的话呢 就 因为作为一个中国现在目前应该说是最优秀的个人全能选手 他 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保留到东京奥运会 所以呢全景赛是为了长到一个比赛的节奏 让自己维持到一个一直持续保持着在这种竞技状态的紧张 神经紧绷的这种状态 所以 这次全运会上出现的任何问题 我相信作为现在目前国内的成熟的一个男子个人全能的男一号 他绝对不会 不放在心上 他绝对会回去总结 然后全力以赴 去东京奥运会上迎战俄罗斯的 总的在说我是希望他不要 因为一场全景赛加重了伤势 13.566 可能是整场比赛里面单向能排在一根大概是十名上下的位置 肖若藤 调环 肖若藤调环 预赛没有发挥得特别好 也是因为尖伤 选手在做动作的时候 当你知道他身上所带着伤病的时候 你跟他完成动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质量非常高 你看他这个水平十字 他那个水平支撑的角度 他在环上 他在环上 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扣分点 你看这个环上基本上是纹丝不动的 在尽力动作下 好 好 咬紧牙关 坚持住 过了这个电环就好了 尖伴唱成道立 你看完全 这真是高水平 世界顶级的个人全能选手 过了鞍马和调环 后面就轻松多了 因为后面没有太多需要用肩膀的地方 双杠也是一个 但双杠还好一点 调环和鞍马是完全 特别用肺肩膀的向 你看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 包括他的卧法 从水平来看 他的身体的线条 从这种静止动作 静止力量动作给特写 你看他的角度 包括他的下方 他的对手不在国内 虽然现在有新人在追赶 今天的现场观众很配合 很懂行 就是运动员对着镜头 做的任何一个 一个动作 他们都会给在 情绪上的一种回应 这个对运动员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作品是对这种国际选手 调环 好 下面就是 张伯恒 表演你可以动 打开 eral net 不好 好 哎 14.40分 调环 现在三 就是本场 要磕心皮了 好 下面是跳马 跳马的分差呀 很容易拉开 因为跳马的难度分 它一个动作 难度分就能拉开了 先上的是肖若腾 跳276 好 这个动作呢 是世界级顶尖的 个人全能选手 跳马选择的主流难度 刚才我们说下 蓝星宇是跳6.0 那就属于很彪悍的了 它完成质量相当好 打团体也是 一个队伍要是没有过跳马这一关 基本上就不用太多 把其他的项目总分拿去做比较 因为跳马它相对来说 一个动作扣分点要少一些 它的一分损失的要少一些 它不像别的动作 别的项目都有10个扣分 好 这是肖若腾要上双杠了 他的户壁上都会写着自己的姓氏 肖 很有格性 团两周挂 吸力 扣上180 大回环 扣上 穿两周挂 起的方式两个不一样 最后后板 分腿去腻腻腋肺 也有四分之一挂 提皮尔克 提倒立 肖霍腾虽然预赛第二 那么作为个人全能的世界冠军 很多媒体采访他 他就跟大家解释说明了一下 所以决赛啊 就是你作为一个个人全能的世界冠军 奥运会大赛当前了 就像刚才我说林超派一样 首先你要用自己的表现 给所有人信心 这次比赛决赛 个人全能决赛 肖霍腾做到了 一哥就是一哥 也就是说他用决赛比到这一轮 决赛这是第五项 他在前面早早就把他的预赛 落后的分差追回来了 因为他预赛第二嘛 落后于湖南队的小将张伯恒 他前面早早就追回来 然后一直遥遥领先 就一直在领先到现在 这个团身加转体的动作很惊险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刚才身体跟杠的间距已经很窄了 他只要一打到杠 这个动作就失败 他下巴就站不住 肯定要出问题 所以这个动作难度难就难在这儿 他不仅仅是横轴的转 他还有纵路的转体 团身姿势去完成就很容易打个高 第一 肖霍腾最后一项了还剩 比完了十一套动作 肖霍腾第一 孙伟还没有比 肖霍腾和张伯恒也都没比 先来看肖霍腾的单纲 能不能最终获得今年的全能冠军 取决于这套动作 肢体特卡切夫 肢体特卡180 中穿前上180 分佩特卡180 中穿360 分正涛 可以说他今天的这六套动作 按质按量都完成了 那么现在压力就到了 其实也不算压力 也就是说机会就看张伯恒的了 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 因为他们因为张伯恒在前面的五项比赛中 跟他的分叉都没有超过0.5 而且这不是五场 这是把前面的六项都加起来 基本上就是没有分叉的 肖尔腾跟张伯恒啊 那我就可能会看张伯恒 就会看张伯恒 那是就会看张伯恒 就是会看张伯恒 就像那边 就会看张伯恒 就会看张伯恒